内政部于2007年1月17号公告成立东沙环礁国家公园 为我国第一座以海洋生态保育为目的的海洋型国家公园 并于同年10月4号成立专责管理机关 海洋国家公园管理处 积极进行东沙海域海洋资源的研究和保育工作 近几年来在政府和各领域专家学者的努力下 环礁内的珊瑚已逐渐展露生机 许多原本已濒临死亡的珊瑚郊区 已有众多珊瑚新生命正逐渐展露生机 但是如果要再重现东沙的往日珊瑚的盛况 仍需付出更多的心力及努力 尽管经历自然界灾难性的考验 今天置身东沙附近的海底 仍可发现缤纷灿烂的珊瑚群落 在贡生枣的彩绘下 这些珊瑚克服艰困环境 展现出丰富的颜色和生命力